冠军五到八呢就开始保级叫保级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基本上就定位了 所以关键就是这两个阶段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二次照面的第一场 所以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抗起反手敲击 关键筋这个发球对陈起的威胁很大 陈起的判断不是很准确 这个时候已经失误了好几个 好球 你看这种球 陈起有时候就是这样 有些不该丢的球 它丢的多 所以叫无畏失误 有些难度很高的球 它反而拉得很好 你看这个球 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非常高 今天两个人都比较注重于 防止对方侧身 所以送正手送的比较多 一般运动员呢 都是害怕对方 正手进攻 所以就逼反手 反而逼的反手的时候 他侧过身来 这时候腰和腿的劲儿就好用 线路就更活 所以与其这样呢 就往往是直接给正手 当时包括 瓦尔德那种说找到了 打刘伯良的办法 实际上来就是直接给正手 给正手你打完 反过来的压回你反手 但这个需要给正手要有一点胆量 同时呢 你要有这个防御能力 他给他正手 他真拉你 你能防 今天第一盘球 如果陈起赢不了的话 那基本江苏中超电缆的 输的概率就非常高了 现在中超电缆呢 目前是排在第八位 现在宁波海天的情况也不妙 他们是可以说是处在第六第五的位置 和四川长虎的比 这个积分是一样的 都是赢了三场 打七场赢三场输四场 今天陈起的揭发球不好 吃这个王建军的发球 吃的比较多 这个接发球判断的很准 这就好像干工作 进行调查研究一样 只有情况摸的准 你这时候出牌 你才出的准 插往 四比六 接发球是一样的 判断准你才能出手 刚才陈起接的不错 这个球也是发的很低 但是实际上是有点侧上 或者是偏侧弦 它一低了你就要往上走 所以球出界的可能性就大了 你看陈起过去像这种中等力量的球不多 一般的都是玩命发力 现在它这种过渡球就显得比较多 这也是成熟的一个方面 好的 急风之进草 越是两个人在关键的时刻 这种意志力 必胜的信念就显得很重要 8比6 刚才反正王建均是连击了 9比6 这样陈起是9比6领先 插往 这个时候陈起打得不错 非常稳健 这样的陈起2比1领先 稍后看第四局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贵人鸟直播周末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四局的比赛 陈起现在前三局是2比1领先 半高抛 插往 这个球 王建均做得非常标准 一个举手 一边举手一边接球 这时候如果裁判员没判擦网的话 这个球是有效的 0比1 现在两个运动员都是在比赛中可以看到 胸和稳在不断的变 一会儿王建均比较凶 一会儿陈起又比较凶 随着比分的变化 人们的策略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是好的运动员 中国平凡球的要求 是要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说不管怎么变 你的心不要变 这就是心理素质高 正像过去周总理曾经对中国平凡球的选手们说 平时怎么练 比赛你们就怎么打 实际这个就表达了一种 这个不是为了胜负 而是打好每一个球 平时练的是什么 比赛中就怎么去打 如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球本身上 而不是结果上 这样的人的心理就会好得多 漂亮 陈起现在比较好的就是控制了王建均的正手 大家可以看 又是调动正手 调动正手以后 王建均再想侧身可能性就小了 因为他被正手牵制住以后就不敢动了 陈起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王建均的发球 判断还不够 所以失误率非常高 比王建均揭发球失误还多 这又是一个吃发球 虽然说接到球台上了 但是呢 半高球又进网 这个是最忌讳的 如果没把握 宁可给底线高的 但是不能再进网出现高球 现在陈起基本是抓住了王建均的正手 坚持给他正手 让他不敢侧身 当他不敢侧的时候再去反手 这样呢就一脊之长公笔之短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运动员来讲也是很不容易 他们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跑 旁边的是雷振华 刚才就像他的董事长杨飞讲的 这雷振华的今年广雷振华的这次的摘牌费 就达到了151万 所以作为俱乐部呢 这个企业承担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目前呢 他们有信心 就是江苏金山环保中超电缆俱乐部 期待着在第二阶段能够有好的表现 我们也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 目前这两个队的状态都不好 江苏中超电缆他们是目前排在最后 七场球只赢了一场 宁波海天速机是排在第六 第五第六的位置 是七场球赢了三场 按照刚才我讲的规则 如果你是打到了第五到第八 在前两轮里头 那就是保级了 如果你打到第一到第四 你就夺冠 保级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随着几年的平朝的运作 现在这个基本的实力啊 开始逐渐的走向均衡 但主要特点就是有一个高手 比如像马龙 马林 包括王浩 许心 王立琴 包括陈启 只要有一个好的 然后再有两个比较均衡的 这样你就可以拿到好成绩 因为五盘三胜制 只要这个一个人能拿两分 那这就非常好 今天呢 我觉得王建均和陈启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 在前三板 在精神面貌上 在相持能力上 都是打得非常好的 可以说是胸稳兼备 这样陈启呢 就以他的实力 以11比6取得了第四局的胜利 3比1 战胜王建均 为江苏中超电缆 首先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稍后呢 将进行第二盘的比赛 就是韩阳队马龙 这个韩阳队马龙来讲的 马龙的优势非常大 我们介绍了 就是在整个比赛中呢 每一场比赛 实际上还有另外七场比赛 都是在进行 其中在男子呢 也就是